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以八斗子的小旅行 所以我们走了半天 把这个小旅行做一个历史的演变 就是当时的北部火力发电产 如何蜕变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所以是在这样走读之下拍摄的所有的影片 然后我们再陆续的剪辑起来 第一天来学影片的阶级 那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是去走读 我们暖暖的这几个文化补迹 那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现场就可以马上应用 那我觉得说这样子对我们 虽然我们是中高年龄的 但是我觉得说这样子收获满满 我们未来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家里的人 或是朋友甚至一起来互动 所以实在我们是想不到说 我们这个年纪的实在 我看现在都大部分年轻人 我觉得说应该呼吁中高年龄 大家都来学 那学会的自己也可以去 做一些的阶级影片剪辑 觉得这样子一个 让我们的年纪不会觉得说 我们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很老 那我本身对摄影是非常有兴趣的 但是我之前是做平面的比较多 那现在是用这个比较新的这种 手机年轻化的这种 很便利的工具的话 就是等于又是一个重新的学习 那我会感觉到他说 手机确实有它的便利性 因为它好轻哦 然后它也可以直接就在上面 做一些编辑啊 那速度会快很多 但是我们就是在学区上 就是要去熟练它 为期两天的课程 理论与实物并重 落实影像人才培训之外 也让学员了解 如何善加运用 有线电视的公用频道 来传播发声 举办这个工作坊 其实我觉得任务是很艰巨的 因为它要告诉我们的民众 到底什么是媒体禁用 然后媒体禁用其实很简单 其实如果说从 有线电视业者的话 就是第三频道 第三频道其实是给所有所有的 县市民众他们去使用 甚至是播出他们节目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频道 所以它是一个具有这样子一个 功用的这样子一个精神在那边 然后举办这个工作坊 其实当然最主要最主要的第一 第一个很重要 就是告诉大家 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讲习里面 我们所使用的其实是手机 其实现在是一个手机非常方便 而且手机的画质也好 或说整个便利性 其实都是可以创造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是相当优质的一个 电视节目了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两天的这样一个课程 其实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了解 什么叫做媒体禁用 然后进而拍这个节目 然后甚至是拍这个节目 我们经过这种讨论啊 还有拍摄之后 我们等一下会有所谓的一个分享 然后分享之后 我们当然希望说 这么好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内容 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有线电视业者 然后在我们的公用频道上面 做一个播出 这大概是我们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边 我们很高兴可以认识到 有这一个公用频道 那这个频道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有明显的告诉我们该规范 那如何不能有商家的名称出现 电话该避免的要避免 然后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好用 就是说我可以想要发挥 我想要的议题 然后可以自己制作 让我有一个可以发表的平台 在媒体上 这是觉得是非常好 只是好像还继续推广 如果没有这个课程 我是不知道的 老人家到处玩 可以人手一击就可以拍摄美景 但是要把它制作成影片 我们还没有学得很好 所以有这个机会来参加 真的很高兴 就是说可以以后学习了之后 我们到处旅游 我们就可以制作成影片 放在FB什么的 或者给家人 或者以后我们自己可以欣赏 没想到来到这边 原来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有一个公用频道 可以让我们使用 很多人民社会大众都不太清楚 我们也不知道 来了才知道说 有这么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 可以把好的影片 可以给大家一起欣赏 我们也可以上了这个公用频道 去欣赏别人的一些好的讯息 这样子 所以很开心 觉得很感谢 又免费来学习 真的 我觉得活到老 学到好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课程 关于手机剪辑 摄影 然后还有就是上传到CH3频道 那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训练 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 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同时还可以把它制作成影音 同时还有一个很棒的平台 可以跟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第三频道公用频道是由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免费提供给政府机关 学校团体与民众 播放公益性 异文性与社交性的节目 欢迎民众制作影片 向公用频道申请播出 落实媒体的接近使用权 公用频道赞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